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上周的节目之中 我们提到弥勒菩萨在法华会上 叙述他看到的每一位菩萨 为了求无上佛道而行的种种布施 欢喜布施是让我们将凡夫心 转为圣人心的方法之一 而要到达安乐的彼岸 还有哪些方法呢 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 文书施力 我见诸王 往亦佛所 问无上道 便舍乐土 宫殿臣妾 剔除虚法 而批法福 或见菩萨 而坐比丘 独处闲境 要诵经典 又见菩萨 勇猛精进 入于深山 思维佛道 又见黎玉 常处空闲 身修禅定 得武神通 这段经文中的 剔除虚法 而批法福 是当时佛陀制定 出家修行的戒律 在佛异教经理 第一个对弟子们的叮咛 也是持戒 而对于现在的社会 戒就是行为的规范 不只是出家人 才要遵守 应该每一位慈祭人 都依教奉行的 所以我想一开始 要请教师兄 为什么纪律这么重要 持戒这么的重要 慈祭人有十戒 除了在家的五戒之外 就是杀到云忘救之外 上人还印象了这个时代 为我们在社的五戒 那就是不抽烟 不吸毒 不搅叮囊 不赌博 不投机取笑 是 孝顺父母 调和神社 遵守教的规则 那我想修行 必须要持戒 才不会偏颇 否则接下来的 精进跟禅定 它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持戒 它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觉得现代人 持戒更为重要 是 因为现在的环境 比较复杂 欲求多 照业就大 是 就以灾界来讲 以前的人 生活条件 就没有那么丰富 你纵使没有灾界 没有蔬食 但是也不可能就是天天 就是有鱼有落的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是 那现代人几乎是天天 大雨大肉 这样子的一个大雨大肉 吞食生粮 真的是造了杀业 那自己也是吃出 一身的这样子的一个 疾病 对 癌病 对 那我有一个客户 他非常地喜欢吃炸鸡 他在怀孕的期间 他也是这样子口无忌惮地 吃了很多的一个炸鸡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林老师 你应该知道吃炸鸡 对身体非常不好 是 而且你现在怀孕 对胎儿的健康 我想影响更大的 他居然笑笑地跟我说 丁师兄 我也知道 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吃 就是戒不了 像这样子 那他明知不对 但是还是贪图 火欲 那我觉得如果 他可以懂得 持截的道理 我想他在他心里面 就会产生力量 来抵抗外面的这些诱惑 在现代的社会 每一个人假如都有一种 对于自我的要求 就是遵守一些规范 才能给自己一个 更好的生活 我都不是这么想的 假如大范围来想的话 是这样子 是 那事实上就是 要守护自己 不要在这样子 复杂的环境当中 然后就迷失在 滚滚红尘当中 而且刚刚您说的那位老师 其实可能是 他的心念会不会 我发现持戒 是好像是一种行为 可是事实上 他是从念头开始 你有错 因为他有很多的借口 就是我反正这样 我明知对 但是我做不到 其实是他的心念 根本也没有守护住 所以就是行为上 也没有办法 去做一些改变 老师 我想应该可以算 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这样子对身体不好 对健康不好 对胎儿更不好 但是就是因为 接不了这样子的 一个欲望 所以他明知道不对 他还是吃了再说 我想现在的社会形态 不是很多人 都像这样子吗 真的我们要好好来持戒 那也感恩师兄的分享 介事对自己行为的规范 能够寻服我们 起伏不定的心 但我们要如何持戒 进而调伏自己的心呢 现在让我们用最恭敬的心 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我们所谓修持的戒 就是带性的戒 带性的戒 跟修性的戒 都不敢 带性的戒 就是戒 我们这种戒 我们当新闻怕鬼 如果可以了解 天ди万物思量 我们就会用这种 力度扇形 开设定的地位 所以 逼地相供 在人间中 无反概论 那么在概论中 没有障碍 我们立民国 这叫做大性感 我们要持有 只要因缘立土 我们也不受估计 尽管你对佛法了解 很多 会有功 但是仍然不受估计 这样 要如何能够立菩萨的土 不能够立 如果没有因缘 真正是菩萨的因缘 不是用说的 是要身体立菩萨 过去的 那就是我们要 在因果 不管什么样的恶劣的环境来 我们要随缘消压 抗体尽来 消去过去 会不压 这就是 改 它可以以后 我们的心要好好把心酷酷下来 我们常常在说 湿气啦 湿气 对啊 我们过去就是有很多不好的湿气 人家一句话 我们没很定义听 马上这个湿气 哦 没回答出去 没欢喜 尽快一句不好听的未来 还在一句的恶人恶意回头回来 那真像这样 会造成了 对立 湿气啦 湿气出口不好的 那就是做乞业 但是呢 我们有一次 就马上压着下去 阿比马不凡巧啊 他如果马上高兴 最后我们就是要认识到 你跟我马上很感恩啊 我还在小几分的业 用高兴心来接受啊 这样呢 这样呢 这个 原来啊 会真劳的湿气 我们就已经身体犯覆了 身体既然犯覆了啦 当年我们就没有 没过去 向他 是公牌团 又会在宿宿的房子里呢 一直在家寿宿嘛 对啦 对啦 我会敢啦 看 在日上上下 有这么多人 他要显什么境界给我们 对境有生心了吗 是生起一个感恩的心 也是生起了愤怒的心 生起了感恩的心 那就是普罗密现前 法有立我们的心 所以用这个法 我们要持戒才有因缘入道 而刚刚上人提到 我们所受持的戒是大圣的戒 所以我接下来是不是可以 请师兄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圣戒跟小圣戒有什么不同 同时如何在现代的生活 我们也能够守大圣戒 小圣的戒 我想顾名思义小圣 他就是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个生死解脱 独善其身而修行 大圣的戒的话就不一样了 大圣的戒他是要行菩萨道的 除了守好自己本身的一个生活规范之外 我们更要再进一步的走入人群 然后为人群付出 那上年开始当中 曾经这样子讲 独善其身 就是自己只顾自己的修行 是偏激的修行 大圣的戒 就是我们看到别人有苦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感同身所 我们一定要伸出元所去帮忙 那我想守戒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在现在的日常生活里面 或现代的生活里面 我们如何能够守这个大圣戒 师兄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那我想慈禧人修善慈禧都是在人群中 上人说人群中好修行 但是你在走入人群的时候 你还是势必会遇到很多的一个考验的 那就譬如说 以前在大型灾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发动一个街头的 一个大型的雀磨 那在那个当下 我们看到很多人非常的喜舍 台湾的爱心真的也是非常丰厚的 那他除了自己来做爱心之外 他也利用这样一个集会教育 来教导他的孩子 那带他的孩子来到我们面前 投那个爱心香 但是还是有一种人 他不但不舍 他就是我们明明看到他走过去了 他还特别回头 就是来到我们面前 他当然有一些 比较不礼貌的一些言语 还有一些行为 是 那我想我们还是不可以因为 别人的一个不好的声色 而起行动念 在那个当下 我想我们应该 更应该要用借力 来坚定我们的心这样子 上人说 左路人群 纵使众生无法理解 而恩将仇报 那我们还是要 无愿无悔的付出 我们常讲说 菩萨道难行内行 那此刻可能 曲界对于我们来讲 就蛮重要的 起心动念我想是难免 但是至少 我们在那个起心动念的当下 我们可以用借力来降服自己 让自己在那个当下 不会有一个不好的对应 那我想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对 那是不是也可以请师兄 来跟我们接着分享 因为我们知道 六度万行中 持戒 然后精进跟禅定 其实他们三者 是有点相辅相成的 那是不是也可以 请师兄 跟我们分享一些 您个人的一些体会 好 那我想持戒人的精进 那不是只有拜佛念经 或者说打坐参参 而是在做当中 去展现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是 那就好像在 就在八月初 那树敌的台风过境之后 乌来那边受到的灾害 那在三小林西那边 靠近山边 也是有乡亲 那家里的那个水 都淹到二楼了 也是采情非常的散重 那我们也是主动关怀 然后动用我们的食用师姐 然后过去那边 做一个清扫的动作 是 那一直到那天的下午 十点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祈祷 那我们就邀里长 还有当地的里民 那然后过来 大家做一个祈祷 要做一个祭祀 按大家的心 是 那在那个当下 突然有一户 就是在提出需求 所以他家里都没有 直接能过去帮忙 希望我们可以再过去帮忙 那在那个当下 虽然大家都很累了 但是我们还是 留下一部分的人 跟这位林先生去他家里面 做清扫的动作 是 对 那我到他家里去勘察的时候 看到他真的是满地的东西 就是散落一地 家里面还有很多的积水 还有污泥 真的是寸步难行 是 因为他是一个家庭工厂 有一些物品 是 那我就请教那林先生说 你现在有没有想要怎么样做 结果他双手一摊 他告诉我说 我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但是那时候已经四点多了 那我们还是要 要赶快帮他拿掉一个厨艺 是 我说好 安丽先生 是不是这样子 你现在在架上的 还有在工作台面上的 它东西本来就在那里 那我们就不要动它 你现在在散落在地面上的 这些成品半成品 我们帮你移到你的车库那边 我会跟你做一个 那个初步的一个分类 等你有时间的时候 你再去慢慢地整理 我们就赶快用这种方式 很有效力的 把它里面三个房间的 一个房子的一个物品 散落在地面的物品 我们就把它整理到它的车库 那同时也把它里面的积水 还有污泥都清扫干净以后 然后我们再离开 那在那个当下 当然林先生林太太 他们是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感恩 还有有这些刺激人 然后及时为他们申诉元素 来帮忙 否则他们真的就 像我问他的 他双手一摊说 我真的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是 不过我们 经过这个第二波的奋斗 是 本来就是一身的尼巴 现在就真的是 成了名副起始的 就是尼菩萨 尼菩萨 还好那天接下 不会去过江嘛 对不对 不然你不是要过江 自身难保 没有过江 我们直接就上了车了 是 对啊 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大家还是怎么样 还是甘之如意 那也没有 在那个当下也没有人说 这个很伤啊 很臭啊 很累啊 那有时候要离开的 没有 那我们还是 谨守在当下 一起合力的 来把这样子的工作 来把它完成 是 我想这个就是 菩萨刑法在人间 是 所以可能 譬如说 这个是该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也是遵守 这样的一个戒律 就是实戒实善 我觉得它是同行并肩 因为是大圣戒嘛 是 然后再来的话 可能 就像师兄您说的 当下大家 也没有考虑 然后就 好 我们就该帮一帮 我相信大家那种 最后的法系 真的是 就是有体会到那种禅定 虽然是很动 但是我想那种 心中的那种 那种清安自在 是绝对 每个人都能体会的 是啊 在那个当下 事实上 不会想到累 只想到说 别人的苦 是 我想这个就是一份 精进跟餐定 那我想就是 任何事情 就是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不假思索的 就是做该做的事 去帮助别人 我想这个就是 行菩萨大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对于戒律的 就是守护从心 然后到我们的身形 去守戒的时候 然后就像您讲 不假思索 就可以去 愿意去付出 入人群的话 那 当下我想 持戒精进 到禅定 它就是一种 同时都可以 有的一种 很棒的一种感受 它是可以 同时可以去展现 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 太好了 有一个行为 感恩师兄 想要成功 想要成功 让我们专心聆听 上人美日的开示 最清晨的时候 上人的每一句话 都录在我们的心里面 唯有在这个时间 聆听上人的教话 才有办法真的是 法入心 提醒 互相的互相朋友 来修理自己的缺缘 有了佛法的带领 我们就能慢慢的修正自己 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佛法即是 我们人生的方向 有句话说 差之好理 失之千里 我们要如何修正 我们的每一步 让我们能够走在 正确的道路上呢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 也请困川师兄 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怎么样不断的微调 不断的调伏我们的心 然后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文法可以让我们生生世世 不会偏离人生的轨道 所以现在事实上 有陈冲曲寻法相 那事实上 我们每天透过这样子的 一个陈冲曲寻法相 可以来修正我们自己 那上年曾经以除草 来做比喻 是 他说稻田中有一种草 长得跟稻子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虽然说要除草 但是我们却连草的形态 跟名字都不知道 你要如何除草 那所以我想 文法去理解那个道理 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法华经是诸佛 在入面之前必讲的经典 上年曾经在整理的开示当中 讲了一段话 他说法华经没有讲 他的生命没有办法结束 那事实上上年这样子的一个 为弟子的会命 然后每天请一大早的这样子 来为弟子说法 那我们是不是也自问自己 法华经没有听了 我们的生命可以结束吗 那我想现在如果真的有心要文法 那事实上现在科技非常发达 可以让我们就是方便文法 可以不间断的 那在国外是这样子 那在国内也是一样的 像我有时候会回去南部 也会在我们就近的会所 参加陈宗吉寻法僵 是 可能上年可以这样子 每天都跟我们说法 如何让大法能够入行 然后如何让我们自己 真的能够脚踏实地的 今天上年讲 真的是走在这个菩萨道上 对 我觉得要珍惜 要珍惜 有时候我们因为很方便 很容易得到的东西 那反而不珍惜 对 好像是理所当的一样 那如果我们真的用心去感受 上年的这样一个 为弟子的一个 慧命的一个用心 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 用心去感受 上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对 就是文师兄听进来 然后有体会 对 然后一定要 然后一定要醒 对 那这样的话 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在说的 这个持戒 静静跟禅定的一个相辅相成的 应该会有的一种菩萨 心坐在菩萨道上 该有的信念跟行为跟行动 是的 简直的非常感恩 谢谢我们师兄的分享 感恩 佛陀灭度前 叮嘱弟子们要以戒为师 面对禁戒 虽然会起心动念 但我们守好自己的身口 便是守戒 我们要能够对禁 不起心动念 即是禅定 要修得禅定 必须要持戒 而从守戒到禅定的功夫 中间不能缺少精进 如此一来 才能够具备坚强的心智 不畏困难勇往直前 今天非常感宁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恩 我薰华香之后 碰到事情比较能够善解 比如说我上个礼拜 我去环保站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个师姐 她就说 她说有一包分类错误 她很大声就骂 说这也是谁 一定是月娟 我就说 对了 对了 我会改 其实不是我 然后旁边的师姐 就跟她讲说 不是我 然后后来她 自己知道的时候 我就说 你就是这么可爱 不知道怎样想起 不然 那边做白人 那边缘往往走就想起了 然后 我觉得 我在薰华香之后 我可以让我自己改变 然后也常常都忘记要生气 然后我就觉得说 真的 法真的很微妙 而且真的是很好 我会继续的来薰华香 我是许月娟 欢迎大家来薰华香 欢迎大家来薰华香 我会继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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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继续的